看肥皂讲二老 大家好 我是肥皂 然后继续我们的这个月下 今天的去这个历程 那么这个历程呢 其实是非常短的 因为没有那么多剧情 假如说我不是去打所有boss的话 这个历程的部分就一期就能录完 因为这个历程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早期这个德库拉的五个部分 那么这个找德库拉身体的这种设定的 最早是从这个FC的恶魔城二代 咒之封印相开始的 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西蒙找 然后呢 到了这个白夜的白夜里面也是设定 像那种找德库拉五个部分 那么这个月下的这个历程呢 也是同样的 这里要找到了这个德库拉的戒指 那么这个历程呢 除了德库拉跟萨夫特之外呢 还有另外有九只这个boss 其中五只呢 有这个德库拉的身体 那么另外的几只呢 就可打可不打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历的实际塔 那么这个历程呢 他是顾名思义 就是整个恶魔城倒过来 所以呢 我挺佩服这种设计 也就是他这个恶魔城正的走也可以倒的走也可以 然后这里呢 用了一下神器 那么这里呢 玩过的同学都知道这一只怪是非常繁衍的 假如说你没有这个怀表的话 这个地方非常淡疼 所以呢 我上一期 呃 换这个怀表就是为了在这里用 有了这个怀表刚才那个地方呢 是过得比较容易的 如果你没有怀表的话是比较淡疼的地方 然后这里拿到了一个装备 那么这个是一个面具 那么这个面具呢 是这个阿罗卡多 呃一开始 进入恶魔城的时候被死神收走的其中一个装备 那么这个阿罗卡多 他一开始的那套装备的全部在这个历程里面 呃现在找到了一个头盔 然后呢 还有很多部分 呃我记得我整个流程都 呃全找到了 但是少了一个 项链 我不知道这个项链在什么地方 后来我就懒得去找了 就少了一下 所以呢不要遗憾 然后现在来到了这个历程的侧壁 那么在呃正程的时候我没说到呃就是这个地方呢 他有时候会出现那种很大的雾 呃这个好像是随机的吧 因为有时候呃我我录的时候录了好几遍 有时候会出现有时候不会出现 呃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随机出现的这个 然后这个历程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那种骷髅怪 特别是这个很大的这个黄金骷髅头 这个骷髅头是应该是打不爆的 然后这个历程的常数物里面应该都知道呃 有一只怪可以刷到这个无限的真空刃 但是呢我这里呢是不打算去刷 因为根本没必要 因为这个游戏里呃没有真空刃也无所谓 他这些怪都很难打了 他这里呢这个是弗兰肯 那么这个弗兰肯呢他的血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我前面换圣水是为了进行这个补刀 如果没有趁个圣水的话 呃两招这个必杀是干死他的 他这里拿到了德库拉的爪 这边这个栏不多了 上去这里全场点去补一下这个栏 那么这个历程的路线呢熟悉的同学都知道 上来的时候最好先走左边 然后再走右边 所以在恶魔城最下步的那个传送门呢 最好开的 但是我这里没开 因为我等一下要回这个正程 所以呢就没开那个传送点 因为不需要了 因为我还要去打那个那个雷神 然后呢等一下不会去用那个传送点 然后这个就是利的大理石狼下 那么这边呢会稍微的不太好走 因为这里呢他这个地面上的一奥一突的 不像正程一样是一个平地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这个狼冲过去 这里呢 假如说是SS版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 因为这个蝙蝠直接飞过去了 这个历程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偷懒的这个意思 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像在这个地方这个音乐 还有刚才那个侧币他都是这首音乐 然后呢这个礼拜堂呢跟这个天津水麦用的音乐又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呢这个音乐上就有点偷懒 他这里要换了一个怀表 为什么要换呢 等一下要打这个就是这个正程侧币的那个boss 长得跟这个阿罗卡多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boss在历程里也是没有什么长进 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里呢又来到了这个 天津水麦 那么这个天津水麦的这个bgm了就是这个 月下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叫做斯洛的采话 这个是非常好听的我也比较喜欢 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首音乐喜欢上了这个三根大妈 这里要补一下这个mp 刚才去那个右边 只是为了吃一个加血的这个 现在的要去这个上上方这里要用这个大跳 好这里的要吃这个500星 因为这个500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 因为我这里的这心已经用光了 对了就是把这个五百星吃了吧 反正也没地方用了 我也不会用这个五百星出城 因为这个五百星是没什么用 这样的话 又可以不用去刷这个星 而这个用这个高跳直接跳到这个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boss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跟这个阿罗卡多长的一样 那么他在这里呢 也没什么长进呢 就是被这个神器定住了之后 可能这个血量是比较多的比赛一次多了 但是呢 他这里还是吃怀表的这一套 而这里要吃到这个加生命最大只就可以离开了 左边的是没什么东西 有一些章鱼 那么这个章鱼的是传说中链这个腰刀穿正最好的一个地方 我以前也是晾过 就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好那么这边呢 就是这个天井水麦的主干道 那么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水啊 是在天花板上的 因为他要保持跟这个正层是 呃长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些水呢 是没有任何科学性的 这边呢 有这种丢石头的这个装甲兵 还有还有这个腰草 那么这个腰草是很难缠的一个怪物 所以的最尽量你们是不要去跟他纠缠 呃这边上去去哪里了 现在要去找这个阿鲁卡托一开始拿的那个盾牌 那么这个盾牌呢 在这个道路的这个尽头 那么这边呢 呃正层那部分呢 我是没来的 因为呃正层那部分呢 是没有必要去来这个地方 哎这边这只怪啊 是这个小月里面的那个 呃 那个梦幻广里面的那个boss 那么在参与里面也有出现 呃一模一样的这些怪 就是照办 然后这里拿到了这个 一开始拿的那个盾牌 那么有了这个盾牌之后了 就可以横着走了 为什么了 呃因为 之前我一直在用那个钢铁盾 呃用这个法杂引导钢铁盾的那个技能去打boss 但是呢 阿鲁卡多一开始拿的这个盾牌了 他是非常变态的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他有多变态的 那么在这个月下的速通流程里面 这个盾牌是不能少的 因为他是秒杀一切boss的这个必要的一个道具 而这里要原路返回 那么现在去哪里了 现在去这个烟道打这个死神 那么这个死神可能是这个历程里面 除了德国拉 呃那部分呃唯一的一个巨型的有巨型的地方 这里这个瀑布呢也是 呃这个水往上面走啊这个重力非常奇怪 然后这里过去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路口 那么这个月下这个流程呢 下一期就是最后一期了 下一期其实没什么内容 因为这一期基本上把这个历程都走 呃走完嘛 而这里呢看到这两只怪物就是 这个月下的地质这个boss 那么在这里呢他变成一只小怪 ここまで来得到吗 もう一度だけ申す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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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就可以见证这个盾牌有多变态了 那这里刚才用了这个盾牌之后啊 所有盾牌都出现了 那么这个盾牌的使用方法呢 非常简单 你就举着这个盾 然后呢直接撞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可以秒杀一切 好那么这边呢又换回了这个钢铁盾 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因为呃刚才那个盾呢 他那个技能呢你只要举起这个盾呢 他那个蓝就会消耗 所以呢我这边我还需要用这个鬼畜的移动 所以这边可能这个蓝不太够 如果一直这样鬼畜移动的话 就是他一直在消耗这个蓝 这个蓝是肯定不够的 所以这边呢换回这个钢铁盾呢 就取消掉他那个技能 或者呢等这个蓝耗花了之后 他那个技能就会自动消失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可以取消掉这个技能 因为换来换去这个装备比较麻烦 然后这边呢拿到了这个阿洛卡多 一开始的那把剑 那么这把剑呢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他的硬质比较小 而且呢攻击力也不错 另外呢这把剑他有自带的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呢是用这个下潜攻击来发动的 好那么这边呢就用这个蝙蝠慢慢往上飞吧 高跳其实高跳也是消耗这个蓝 这个蓝已经所剩不多了 呃再坚持一下 前面就有一个存长点 现在进入这个空中墓地 那么这空中墓地的这个音乐 这个也不能叫恐怖感 因为他是墓地嘛 所以这种音乐是带有那偏向于那种 那种味道 然后这边呢补一下这个蓝之后 我们就可以冲到那个那个boss的房间 那么这个boss的就是这个 月下里面应该是比较难打的一个boss 这个boss的他叫做这个万年魔神 呃 讲称这个雷神他们叫雷神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雷神 可能他有一招是放这个雷嘛 那么这个万年魔神呢 他在这个FC上的恶魔城外传里面 他是跟这个德库拉是有一场干架的 就是恶魔城外传最终boss就是这个万年魔神 这个这里月下里那个怪物图片里面也有说到 这个万年魔神他跟这个德库拉干过一架 然后这边过去的就是这个boss的房间 那么这里呢这个蓝是比较多了 所以不需要去就补了 这边启动这个盾的技能 等一下就可以啊直接就秒杀他了 管你什么水神雷神的照样子 直接用这个盾牌撞过去就可以了 哇打200多 那么这个万年魔神呢 他这个样子的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埃及的某个神 像埃及的某个神 但是他这个样子的跟那个FC上的那个 恶魔城外传最终boss长得不像啊 他一点都不像的这个跟的是那个那个boss吗 我也不太清楚 这边呢吃的这个巨大值 我们去这个右边右边有一个 魔导器就是这个毒物 就是变成物的时候可以攻击 但是呢我在正层的那个 城主房间下面那个物的那个魔导器没拿 那个魔导器的是可以延长那个物的变身时间 这里拿了这个毒物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卵用 这里用这个也量回这个正层 本来这里呢可以跑回死神 打发死神那边的有一个传送门的 用那个传送门的可以传送到这个恶魔城最下部 因为我这边要回这个正层 所以呢就没打算用那个传送门 其实这边回来了只是买一些东西 大概呢就浪费了两分钟时间 那么回来这边呢买了这个回南的这个药水 后来我录完最后一期的时候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回来买这个药水 因为那个礼拜一端礼拜堂那边有一瓶 而且就刚刚好有也有些些存档点 这个蓝是够的 那么这里呢又买了一个加五点攻击力的一个装饰品 那么这个装饰品呢可能是我回来买的唯一一个有用的东西 其实这里呢本来呢我想演示一下那个二周木的一个这个无线道具的那个装饰品 但是我发现我回来买的时候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月下的这个商店的那个物品呢 它是需要什么条件来触发下一套的这个装备的 因为我之前呢打过一遍前面那一次是有那个无线道具的 但是这一次就没有啊我同样的打法同样的等级 但是就是没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那个有没有清楚的同学告诉我一下 那个月下他一周木那个装备是怎么去这个是不是根据等级啊或者根据某一些什么东西来来触发了这个不太清楚 所以这边我就没办法演示二周木的那个无线道具 无线道具加这个这个飞镖 本来之前那一次录的时候我我是演示过 就是用那个无线道具加这个飞镖打了这个美杜莎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没有办法去演示了 这里要从这个城主房间回这个地场 这里呢大概浪费了两分钟走这边 本来是不需要回来的 好现在我们继续回这个历程走这个右边 那么这个右边呢还有几只boss 这个德库拉的部分呢找了三个部分 那么说一下这个五个部分分别是这个一开始的最下步的那个 而不是这个实际塔的那个蝙蝠大蝙蝠 还有这个弗兰肯死神美杜莎 还有这个木乃伊 然后这边又回到这个最下步 这个蓝又没了先补一下吧 其实可以用那个吃那个np那个瓶子 他是吃的瓶子比较费死 这里有这个存档点就用存档点了 对了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的 那么我就不乱说了 就是我问一下你们吧就是那个 ss版的那个月下里面 那个妖精呢是不是会帮这个阿罗卡多吃这个np的 因为我发现这个ps版他是不帮我吃的 那我自己去打开这个菜单去切换 非常麻烦 因为我看了那个老外的速通 老外速通里面他那个np是不用自己去吃的 我就怀疑那个ss版里面的那个妖精呢 他是会帮这个阿罗卡多吃这个蓝 这边就是这个美杜莎这个boss 这里呢要换回这个母型盾 这个他们叫母型盾 这个盾牌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叫母型盾 因为之前那个贱的那个说明呢 我是看过的 什么有什么妈妈的样子 他们叫母型贱啊 这个叫做母型盾 这个懂日文的同学 你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叫母型盾 这个我就不乱说了 免得要有一些观众说我这个乱说了 然后这边呢 去这个礼拜堂的那个 针刺房间 这个不是叫礼拜堂 这个名字好像叫做这个异砖礼拜堂 那么这里的这个 异砖礼拜堂的那个针刺房间的 有这个阿罗卡多一开场 一开场装备的那个披风 也是这里 这边这个刺了 还是要换回这个防针刺的这个铠甲 要不然又会被打的 这个毒物 这里变成要狗直接冲过去 那么这边冲到底了 就可以拿到这个披风 这个披风等一下再装备了 这里我才想起我正常那部分 没有用这个狗冲过去 我用这个鬼畜的移动 我这边没有过去 因为这个蓝已经用光了 这里先吃一个回蓝 然后再换回这个这个法杂 对了那个披风 好像我记得这一期是没有换了 忘了换是下一期一开始的时候 我去再换 好拿完这个披风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十一之间 打这个木乃伊 拿这个德库拉最后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十一之间的这个入口呢 也跟这个 礼拜堂是连接的 还有这个礼的这个斗技场也是跟这个礼拜堂连接的 这个不叫礼拜堂 这个是异端礼拜堂 什么异端的 就是 那个人呢 他的信仰跟你不一样 他就叫异端 说起这个异端 这个就想起中学的时候 上那个历史课里面就有了些什么烧死哥白梨啊 烧死谁谁谁啊 那个欧洲的那些教会就 就专门干这种事情 而且下去右边就是这个boss的房间 可以看到正层有boss的房间呢 这个历程基本上都有 但是呢 唯独有一个地方他是没有的 哪个地方呢 你们应该知道吧 他这里呢 这个boss的就是这个乌乃伊 好又发动这个盾牌的技能 那么就等他出来受死吧 可以看到这个盾牌的技能呢 除了吸血之外的 有时候他会掉出一个小星 也就说 不管补血还可以补星 这个boss的他死亡的时间比较长 这里又换回了这个钢铁盾 因为这个mp不多了 等一下要去左边全都打 那么本心就差不多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吃这个boss 掉出来的这个东西之前 我都变成蝙蝠 刚好吃完之后 直接用这个蝙蝠冲刺 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本来这里呢 这个实际之间的 左上角就是这个场景的左上角 有一个盔甲 那么盔甲了 本来是我在这里拿的 但是我这里呢 刚好冲刺 冲进了这个存档的房间 所以呢 下一期再拿吧 好本期的